白米跑出9秒80无缘领奖台 9秒71只能拿银牌 这两句话专属于泰森盖伊 他是白米比赛的最强亚军 同时他也是白米五虎中最悲情的飞人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职业生涯 或许就是遗憾吧 2008年全美奥运选拔赛男子100米决赛 当时的泰森盖伊风头正盛 为了拿下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带着伤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场比赛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但遗憾更多吧 乍一看9秒68 白米历史第二的成绩 但风速却超标了 成绩无法被国际田连收录 盖伊也因为太拼导致二次受伤 原本意在参加奥运会的他 却因为这次伤病无缘奥运会 错过了他最有希望 获得奥运会个人奖牌的机会 只能看着博尔特崛起 四年后伦敦奥运会 盖伊再一次冲着奥运会奖牌冲击 这一次的选拔赛很顺利 盖伊也顺利进入决赛 但那届奥运会白米决赛是什么情况 我想大家都知道 白米五虎的首次同台竞技 造就了史上白米最强对决 而盖伊最后却成为了无数人的笑话点 是的 白米跑出9秒80 无缘领奖台就是这场比赛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放在东京奥运会这个成绩 就是奥运会金牌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但这还不是最遗憾的 要说最遗憾的 还是三年前的柏林市井赛 2009年柏林市井赛白米决赛 盖伊与博尔特巅峰对决 盖伊逼出了最强的博尔特 也逼出了最强的自己 成就了9秒71只能拿银牌的故事 完美地诠释了和博尔特一个时代 就是一种悲哀的说法 比赛开始 博尔特的启动和带衣 相行 并驾齐驱 博尔特在50名超到了前面 轻松地活动过来9秒58 等下 轻松地活动过来1秒